1819 方法 MC UT-1 第四題 一部機器裝置在一個光滑的斜板頂點 現在利用機械1和2兩種方法 將方法由地面斜上斜板 方法一是以均速垂直拉起 方法二是以相同的均速 在斜板拉起 同學看一看兩個方法 你可以想像 我們叫高度做H 叫斜板長度做S 因為他們兩個的速度是相同 即是說 左邊需要的時間 就是H除以V 是吧 右邊需要的時間是S除以V 所以其實以時間來說 左邊是要短點時間 右邊是要長點時間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第一個問題 第一 請問條繩 上高的張力同不同 我們隔開兩邊 左邊 盒的重量就是MG 所以承索 如果要拉它上去 張力應該剛剛好 是MG就可以了 右邊 因為在斜板上高 斜板是沒有摩擦力的 所以其實 向下垂這個分量 就是MG 而這個 而這個 斜板上去 這個 要拉力 其實就是MG 斜板的 所以力是小一點 所以這邊大一點 這邊小一點 即是左邊 那個張力 條繩的張力是大一點 右邊是小一點 所以第一句 是錯誤 第二句 第二句 機械平均的輸出功率是相同 好了 什麼叫輸出功率 功率的意思 即是能量隨時間 好嗎 那如果你能量隨時間的時候 這個盒的速度沒有改過 即是說只是增加地勢勢能 那你就可以想像 這邊就是MGH除T1 這邊就是MGH除T2 剛才說過 T1 是直拉上去是短一點時間 T2 是長一點時間 所以 這邊 應該大於這邊 即是說 左邊的輸出功率是大一點 所以也不是相同 那我剩下第三句 那我剩下第三句 第三句就講到作供 其實 因為作供 是等於 地勢勢能 和動能的增加 對嗎 那在這個case來講 動能沒有增加 而兩邊增加的地勢勢能 都是MGH 兩邊都是 所以 是相同作供 是相同作供 所以這個是對 所以只得 第三句是對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B 等於 等於